XD 哈囉 首輛點券M2沒的怪獸在台服上市啦 今天圖圖要來試開看看這台磨車 那話不多說直接來開箱吧 怪獸紅韻寶箱目前在商城可用點券購買 在期限內也可以用鑽石購買 當下思考了很久 到底要用點券抽還是鑽石抽呢 經過計算過後 用點券購買需要44885點券 換算鑽石約4489鑽 用鑽石購買需要3780鑽石 相差約700多鑽 差別在於用點券還是要用鑽石購買 但是在這邊大家是否有發現一件事情 那就是星紅公爵在這時候返場了 而星紅公爵正是魅影王爵的升級車之一 繼上次黑曜閃電的升級 按時間推算魅影王爵應該也要推出了 雖然這有只是猜測而已 畢竟台服的出車順序總是不按牌理出車 但是升級A車需要2萬點券 最後決定把點券留下使用鑽石抽怪獸 雖然知道一定是保底 但還是先買50盒試試手氣 是有優先的賭 Bog 看上去就是保底的節奏 剩下直接買滿吧 看六圍圖是一台耐狀轉向不錯的摩托車 改裝部分改右右右 改裝一切 改裝衣服 改裝四圍圖是一端 2 3 4 12 14 15 16 15 17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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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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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獸以点券M2来说是一台不错的车 虽然有些人说甚至媲美钻石摩托车 但是兔兔认为每台车各有各的优缺点 转向来说蓝影裁决比较好 但是怪獸的转向并不会输太多 飘移手感上未来站是比较好 但是可以靠熟悉车子的手感来克服 不可否认怪獸是目前最耐撞的摩托车 平常后面被撞时往往会直接被顶缺撞墙 但是驾驶怪獸时却很少有这种状况 值得抽吗 如果点券够用的话 并且想体验看看摩托车的手感 是可以抽的 毕竟M2一直以来都是红运宝底方式抽出 就算运气最差 也是四万多点券会抽出来 如果是对摩托车一点兴趣也没有 就直接略过就好咯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有任何想说的都可以到留言下方告诉我哦 感谢观看